好,先跟你聊兩句,Tiger 你前一陣子有否整天未調 林日熙和田爺在表演中提醒你 有,我也有點受寵若驚 受寵若驚? 對,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 沒有生氣? 沒有生氣,結晴是開心的 我媽媽比我更開心 我在現場看到觀眾也很開心 一提醒你便很開心 你一直都是ViuTV的 對,開台 一直都是寫東西? 對… 現在的編劇很帥氣嗎 對 當時我們全部都是懶身懶細 你看,你現場好像高人一樣 其實… 例如剛才是陳忽、化園 我要坦白的 其實平時開工真的不是這樣 平時開工是全黑家 然後… 開工裝一點 今天我是很隆重其事 即是對得起我的節目嗎 沒錯,對得起公司 我特意有 我看你的樣子失敗了 我不說這些 但公司應該知道是想的 就做了治療 做了治療 我們很認真 也希望有贊助 對,算了… 因為事日精選 我看過了 都是一個挺意念強的 不是普通的劇場 由零到一的意念是誰 是誰,是你,是誰 其實事前,原諒我坦白 是 真的不認識 真的是公司同事 這是很有禮貌的藝員同事 從來沒有合作過 因為他們很優勢 我通常是應付ERROR的四個 是 這是一個非常俊美的男同事 我不敢看得太多 很愛上 因為我… 人家也覺得我有點忠忠 公司也不要搞戀愛情 你會不會吧 對,不要在公司搞這些事 我記得之前合作的編審 全民造星編審,KK 他說寶姐說要埋班 Tiger要找人幫忙 要找一個信得過的 有心的 形容了很久 有一天,我們約在公司的三號房 我訂了房間 我們趕晚見 然後買回來 好像沒甚麼前戲 放下,我打開電話簿 寫甚麼 對,女生寫 他問你有甚麼想法 有甚麼你一定要有的 然後Tiger就說 車、男人和一個夜晚的故事 我記得是這樣開始 對… 然後探索到底怎樣 只要有這些元素也好像不足夠 那陣子最大的感覺是甚麼 不如就寫那個感覺吧 說到Lokman Lokman是短劇中的男主角 為甚麼要找Lokman 因為不用錢 不用錢 而且我覺得… 又是揍手 不用錢 而且我覺得感覺很適合 而且很熟悉 不用太多顧忌 而且本身不是我們的男主角 而是我們的副導演 對… 副導演的結合這麼厲害 很厲害 對,很熟悉一點 但為何突然有副導演 成為男主角 不如你來吧 你好像多感受一點 對… 因為一開始就是… 我本身也是創作團隊那邊 一起聊聊劇本 然後大家一起想想 有甚麼演員適合結合 聊得很開心 到最後找到正確的演員 但發現可能他沒有車牌 聊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就說 其實不如你再演吧 Lokman,不如也是你 有這麼多兄弟在旁邊 有想外面的人嗎 你一來都沒想就沒想到他們嗎 也有的 但有人又不想太… 太近了 又好像差一點 我自己想嘗試做副導 我想也不是很多機會可以嘗試 這些機會當然是自己想嘗試的 像他一樣 對… 不如試試副導 繞個圈,又說找不到 最後我就說 好,繞個圈也是我的 那我幫你吧 AK就升上第一副導 我本來是他的第二副導 對… 你跟他相認識了那麼久 你看明案時 看到Lokman在明案裡演出 你覺得他做得如何 一定是好 但第二個最大的感覺 你一定會很累 很辛苦,扔他辛苦了 對,一定會很累 很辛苦 這長時間要保持那種狀態 所以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明案 可能是他這幾年的成績單 好嗎 跟別人說,我有這些東西 而且很幸運 現在港產片的數量不多 你有機會跟一些優秀的團隊合作 對你將來也會有幫助 對 逐點說,他又見過大蛇蠟尿 對 你看過這樣拍攝嗎 這樣拍攝嗎 你有了這個經驗 你將來又會比較穩定 這也是很重要的 為何會找到AK做副導演 他會否是香港電影史上 第一個要量度期的副導演 要受他… 你們的項目要量度這位副導演 他是第一個要早走的副導演 我今天真的不行,加油你 你走了 如果有副導演,就跟導演說 對… 挺好笑的 是年輕人 對 我心想,好,再見,你加油吧 沒有,其實不是故意找他 而是他很喜歡做 他自戰的 他很想嘗試,他自己說 我做副導演… 而且我們有… 你推就推不到 對 有這麼朋友 給你… 而且他也學習的 他算是第一次 但其實真的做的是第二次 就是另一個叫做 宋明的副導演 他是之前拍劇認識到的 由他帶著所有東西好很多 AK負責的副導演的工作是甚麼 他是當導演班那邊的副導演 現場副導演 是預約臨時演員副導演 還是哪類副導演比較多 他絕對是現場 因為他相信有文字的東西 他應該是做文字的 即是文字的東西不要找他 是否像你上的都不行 不要搞他 不要安排任何東西 你在現場管理好… 即是行動派的就要找他 對,管理好秩序就可以了 我聽到現場 他會叫做表演機的東西 你是叫他叫的 他叫的… 他是叫3、2,就行動 沒錯 他沒有了一字 對 所以令演員無所釋從 其實大家有很順利的做樂 但聽到那邊有點噁心 為何沒有了一字 3、2,行動 對 幸好不用爆炸的東西 對… 如果不是… 動作場面就鬧鬼了 不是… 我們在動作場面都問得很清楚 3、2、1 那一字要做還是3、2、1 之後的那一字要做 很重要的 跳完還沒爆炸就行動 爆炸完還沒碰 更糟糕 對,那就是很重要的 沒錯… 所以飛車那幾天 好像是蘇美叫的 是… 就是自助隊的 安全… 安全起見 對,大家演員都會來 你累了,我來了 休息吧 你看看吧 對… 動作真的要小心 對… 那叫咳咳咳呢 哪叫咳咳咳咳 咳咳咳是我叫的 很多時候 我都是駱咳咳咳咳 有時有些鏡頭也特意拍攝得很長 尤其是頭尾長的 懶有東西的鏡頭 就要多給點時間 我免得浪費 所以動作場面就被導演叫 有時會否自己叫 駕不中一、兩 如果我有時有幾個動作 不相信你,我就會搶來叫 有時演員突然做了幾個悶 突然聽到動作場面叫 他會突然寫一寫 而且我會失驚無神 我會拍攝 我的拍攝就是拍攝 然後… 不可以才叫聲音 聲音就會說聲音速度 就是在走 然後拍攝,鏡頭會拍攝 然後處於一個隨時可以做的狀態 我就會看著演員 因為我多數不看,我看著演員 我失驚無神就開始 突然有一刻就沒有預感的反應 但副導演會一直都會看著其他東西 看著那些 3、2、Action 就是他不會理會那件事 大家的職責不同 有時譬如談情戲 我又會冷心情突然說Action 他又會好像… 退一退 對,大家幫幫忙那件事 會有些不同的電影 是很有趣的 而且我也覺得 除了香港之後,你做導演 會請AK、Frankie和Jeremy 來做… 沒有變的冊 對,來做砸腳演員 但拎著他們在發變 即是浪費到這樣也有 你有沒有搞錯 因為我不想有太多MIRROR 他們是否又要自戰 我們要來演來演 不是的 Frankie不是的,是叫回來的 AK就沒有了 他也在 有些特色演員也不可以 也是副導演來的 對… 因為如果有太多MIRROR 我會覺得好像很出色 就變成看MIRROR 是… 好笑的是我們有一個音樂 天恒 他做了整條影片的音樂 他也不止那三個是他們的音樂 這樣就成功了 這樣就成功了 我很想看Jeremy 沒有,但沒有弄音的時候 說一句是怎樣 我真的很想看 究竟是一臉不好意思的 因為他也爆粗一段長的對白 100個字只有90個字是有內容的 對 我覺得以他平時 我看到他的性格的人 他說這段話 他有權的樣子是很不好意思的 想哭 但有權是入了角色的 所以我很好奇 裡面那個人的究竟是怎樣 我猜… 但我知道是他才會這樣 他現在蒙著臉 就這樣聽聲音的電影是很適合的 我不知道你的預算是多少 拍了多少天 四天 你試試拍了很多東西 很盡力的 你又有行拍 又有很多攝影機動作 不是放在定定拍 對 你要有很多編排才可以 沒錯 這些應該是AK幫不了你 每天導演單 導演單應該不會是他做的 不是他做的 你拍了很多東西 首先你偏排要拍得好 而且你真的要想得很清楚 你這一場要拍甚麼 有甚麼是有用 有甚麼是試的 有就要快點離開 否則你一定會拍不完 即是你也很理解的 是 你在殺手廢雞裡面 是 咪道也有很多動作場面 是 他跟虎道的動作場面 都大分別嗎 感覺… 我寫的其實都是這樣寫的 我通常劇本 都會當作小說 我會寫完招 但是最主要… 動作主導最討厭你 無故為何會暈倒 罪裝寫 慢鏡頭,一定要慢鏡頭 還好的 因為那一次是博師傅 博師傅林寶欣跟我說 那些只是異境 你用一個異境… 說一下而已 對,你想想感覺如何 然後你便可以創作 咪道那時是比較盡力的 基本上可能整個劇 就是前面有很多輕輕鬆鬆的東西 然後來到這裡就要承認 可能Guy Richie那些東西 一定是要爽快的,要去到甚麼 但這邊反而是拿回真實犯罪的感覺 你們三位… 你又不是很認識很久 但其實認識了很久 是吧 Tiger經常提起Lokman 是 你經常稱讚他 是 稱讚他 甚至是小虎隊說你是暗戀他 是 你覺得這幾年,由《造星》到現在 Lokman有甚麼不同 我覺得他不同的地方是… 他命案後的不同是很大的分別 他命案後在鏡頭前面 好像會發光 在現場之前有朋友問過一些問題 讓他們問問你們好嗎 好 Jenny 我是想問Tiger 我知道你是MIRROR中… 即是帶到錢的話 MIRROR中最小的一位成員 其實我也是18歲半 雖然往來比較老 在工作或其他方面 可能會面對比自己年紀大 甚至帶很多十多二十年的同事或朋友 我想問你有甚麼特別的相處之道 可以分享一下 我覺得最簡單、最重要的就是… 跟大過你的前輩相處 我覺得可能是虛心 你聽聽他或有空 看看他有甚麼可以學習 而且很多時候就是要認識他們的話題 例如他們小時候看的卡通片 你小時候不會看過他們的卡通片 他們跟我說數碼暴龍是甚麼 可能我也不知道 你也沒有了解 我沒有了解過 現在也沒有了解過 他們經常說沒有童年 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虛心和… 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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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會比較舒服 兩位現在拍攝一部電影 12位MIRROR在一起拍攝 是一部甚麼類型的電影 你們兩位是做甚麼角色 角色? 說一些可以說的 說一些可以說的 我的角色… 12季左右吧 12季左右 我們去偷東西 坐強夫一大 拯救世界 合到… 然後就說一些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可以這樣說嗎 一群人的矛盾 如何解決這些矛盾 去完成一個任務 對,故事就是… 拍攝了嗎 拍攝了… 好,假設我們現在要開電影 我們要找人找崗位 我們先找到崗位 來… 幫幫忙,導演 好,我們12位 你幫忙選擇 幫忙去考慮 12位MIRROR 12至12人 如果我們一開始拍攝電影 通常要先找出想法 哪位應該做編劇呢 編劇… 可以多說一說 編劇… 很多人… 而且他有時不知為何會想到這些 還有誰可以… 發行上有個好處 因為他現在跟網上的論壇 越來越好朋友 對… 觀眾很接近 看看你甚麼事 對… 也找到素材 對… 導演呢 導演嗎 導演是Tiger 我們有個熱繩 對… 好,製片,哪個掃口最厲害 用製片回來計算 你哪個掃口最厲害 花姐英在這裡 花姐加多製片 我覺得… 一定是… 是他嗎? 是Ramie Ramie,我覺得不是 Ramie,我也有 Ramie,我也有 是嗎 你也有 Ramie 我覺得Ian或Edan Ian或Edan 製片組有很多人 對,他們… 他們很聰明 是 他們很聰明 掃口好 掃口好 而且要懂得哄別人 對 因為例如去到那裡 明明借你六個小時 你去拍廿二個小時 你還不是要Ian跟他們說 我唱歌給你聽 兩個一起哄給他聽 拍到四個小時就行了 一場一樓… 這些很重要 副導演 副導演嗎 我覺得要找我 找你嗎? 堅持你要做一個人 元夢… 我跟你爭了,對吧 元夢 好,元夢 還有誰可以做副導 我覺得AK是可以的 因為他有個… 他有個熱性 他肯跑 但他要讀騎 對,他要讀騎 到時就不管了 好…大家都在這裡 以鏡導演 繼續在這裡等甚麼… 好,尾子 尾子一定是貪美的 阿Lo和姜濤 好 他們也對,有要求 還有他們自己有自己品牌 對 好,哪個畫面可以的 攝影也可以的 攝影 畫面上是… 你覺得平時拿著相機 幫你拍照挺漂亮的 我覺得要分析 其實我覺得表哥 可以做編構或導演 我覺得 好,即是他編導組也可以 對 可以幫忙 兩個… 對不起 沒事 兩個可以做的 這樣… 好 但真的攝影紙到… 全部都不漂亮 你想想我們平時的故事 誰拍得比較漂亮 好,我問錯問題 可以請嗎… 我們懸空,這個懸空 我懸空… 音樂呢 Jer吧… Ian也可以 他要哄別人,不行 力量去了那邊 好,誰是你們的飲食部 誰經常照顧你們 Jeramy 是嗎?Jeramy 行不行嗎 一定是他 細心 好 絕對細心 還有皮皮 皮皮有藥物嗎 藥物 茶水吧 因為他有很多法寶 劇舞組 他背後有很多法寶 是嗎 對,猴桃、眼藥櫥 有甚麼舒服 這塊東西 猴桃也有幾款 攝影紙要找外球 要的 很厲害 好 MILA,一個演員也沒有 十二次在這裡 大家有甚麼老闆 我都不太明白 為何隊伍會這麼厲害 但演員沒有人 考慮一下,找這個開戲 其實拍攝我們做幕後 應該挺好看 好看 即是機器對著你們 還好看 我覺得這樣可以開 對 還要拍攝我們拍一部電影 拍攝你們拍一部電影 我覺得這個也挺好玩 而且有抱 我覺得真的有抱 對 好,謝謝… 這個要保留給他 Tiger真的比我同年齡 他算是成熟 對 你… 我不知道 我的年齡 像你的年齡時 我玩得很開心 我告訴你 現在你很不方便 對… 第二,你這麼年輕 又英俊成這樣 有這麼知名度 但又沒甚麼要怎麼玩 那怎麼辦 你有甚麼娛樂 會否很壓抑 我再說一次 我這個樣子 那時候也很好玩 你應該玩得很開心 沒有,我一定會有壓抑 你看到朋友可以去那些地方 按照片給你看 我告訴你 你看看 我告訴你 沒有,我跟家人很友善 我只是跟家人宣發我的壓力 我經常跟家人喝酒 你的對象是甚麼 跟家人喝誰 我爸媽也喝 聊聊心事,聊聊聊 對,我妹妹也喝 很好 對,這就是我聊聊的渠道 你以為你家的充電器 你給電話 花旗最舒服的地方 對 我記得一晚很深刻 可以分享 就是我媽媽有來看事實精算 她跟了一天 到最後了嗎 到最後 然後收拾時好像六時多 回家 然後也要坐在她的房間 喝幾碗啤酒 八時才睡覺 她有很多事想說 我又想聽她說 就是這個關係 她應該很誇張 我也開心了她 對…恭喜你 對 令家人開心 是最有型的 對,最有型的 其他事情再說 是嗎 你那時在調教你MIRROR的時候 說過 那時你19、20歲而已 你說 我目前不需要那麼多機會 那些機會可以留給哥哥 他們二十多、三十歲了 你現在怎樣看這句說話呢 有分別嗎 我覺得… 不是需要不需要 不是留不留 是你不要去妒忌 還有你要為別人去開心 這個反而是最重要的 不是說你要就有機會 是你要準備好 裝備自己 對 對,人家有的時候 因為人家下了很多苦工 你應該為他開心 而不是妒忌 為何他有我沒有 是這個想法 你真的很成熟 我真的很成熟 對,隊長要向他學習 對 Tiger,很好 我看到你多一點 看到你多一點後 我更加喜歡你 謝謝 好,大家一起幫忙 感謝我們今天的現場觀眾 一番電影的愛護者 謝謝 謝謝 Justin 謝謝各位 謝謝…